空荡荡的房间 地板简单铺了几张床 浴室窗户从外面稍微探头看 隐私全被看光光 对外窗只简单贴了纸板遮盖 隔音叉 感觉像是补习般教室改装 跨年的时候曾经有一名网红 跟他的四名朋友来到这里订了民宿 房间里头疑似就是补习般的教室改装的 床铺是碰到地上简单的铺起来 门口的隔音非常差 甚至是没有热水的 有民众话年来台中玩 发现要入住的民宿门口没招牌 而且房间内还没有热水洗澡 忍不住抱怨向难民营 实际来到民宿门口 还看得到补习般的装潢 但大门深锁 垃圾袋里还有疑似房客 使用过的纸毛巾 民宿的入口看起来是补习般的装潢 但是民宿在订房网站 不但没有留电话 就连门牌也是假的 据了解这里原本是补习般 后来申请注销搬走 但地主疑似改建成民宿 继续经营 市政府官吕局 都发局 教育局 消防局 组成九人联合机查小组 前来了解 但业者大门深锁 机查小组不得齐门而入 因为行政机关无法进入民宿 机查 赤府建招拆招 要调出地震资料 通知地主说明 并呼吁民众 订房前可以先查询合法旅馆或民宿 保障自己的权益 华世新闻 黄水肖育 H女小组 台中报导